大家好,欢迎收看EG 港股通,我是Dave 梁耀康 港股走势做得不错,在升300多点 首先看看恒指日线图 恒指列口高开8多点左右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道指走势 上星期五晚,道指一度都大跌 但到最后跌幅都收窄 最后跌157点 所以令港股,今天有一个裂口高开 开始升至百多点,慢慢升至200点 下午回来升得更多 收市都在高位收 全日收352点 收报24460点 不过要留意 内地指数来说 今天相对上分歧少少 上证指数其实也做得不太强 大概是没有升跌的水平 仍然是在3225点左右附近 但就要看一看 在下面来说,其实是慢慢乘着一个扎幅的上落 似乎在试下面的支持位 大家要看看这两天,到底会否试一试穿下面的支持位 如果超穿了的话,要看看会否有机会出现一个转势 可能会有少少调整的情况 拖累港股也不出奇 大家要留意 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港股来说,相对上比较强 有些聪明钱就看一看 有些很多钱就抽马蚁 会否有些钱就看,如果抽不到 不如拿出来买好其他东西 让马蚁的钱回出来 有机会留到其他板块或者过股 等如果炒起的时候就获利 亦都是有这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短线 恒指走势来说,仍未转强 现在是一个处于代变的格局形态 未来应该怎样看呢 首先你要看回 短期月出的方向 就要看回上星期五 走出了上方的高位或者下方的低位 才有机会重新出现方向 上方的高位大概是什么点数呢 大概就在24,000点的一个水平 上方的高位是24,068点 下方的低位是24,029点 大家要看着这个位去做人 短期来说 如果突破了上方的高位 和下方的低位 才会重新出现方向 或者,如果在选举之前 未出现方向 大家就不要在大股方面 做什么特别的动作 始终大股出来的政治因素 是比较难估计的方向 反而去找一下个股方面 做出一些部署就更加好 今天支撑大股主要有几个板块 内银股、汽车股和腾讯 撑住市场 内银股今天主要升上来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很多内银股其实陆陆续续 公布它的业绩 四大股公布的季积来说 其实也算是挺好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说第三季的 剩利的同比下跌 跌幅显著收窄 举一些例子 例如公行 公行前三季的剩利同比 下跌9.15% 第三季是同比下跌4.65% 另外建行来说 首三季同比下跌8.6% 第三季同比下跌4.14% 第三季的跌幅慢慢收窄 内银股的业绩 好转一点 支持之前炒弃股值收复的故事 一路这些内银股 通常建议大家在低位买 炒上来之后就无谓高追 近日又出现了一个调整 接着有大市 而今日反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升幅 资金流入去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港股长得比较好 另一个原因就是 内银公布的业绩出来 看到贵迹支持得到 估值收复的故事 内银股是指数成份股的关系 未来都跟大市的走势 会有很大的同步性 所以如果大市要向下跌的话 这些内银股仍然很难走得脱 很大机会会跟着大市 反而下跌低位 但是如果大市能够向上突破的话 其实内银股 相信会是其中一个板块能够带动 这个港股上升的 因为这个估值收复的概念未完 另外其实我们看回第三个业绩 亦都支持得到这个估值收复的概念 其实故事可以是继续的 那么短期来说怎么看呢 好似是公行 你短期就看回上星期的低位 就大概在4.33 这个位置 记得稍不稍得住 就算 大家可能在这个位置卖了 你短期就看回上星期五 这些低位 譬如公行就是4.33 建行其实是一样的 上星期的低位就是在5.32 如果短期就看着这些位置 去做人 但是如果你真的可以抱着一个 比较长线一点的 一个持货的侍货期 其实我觉得在这些水平来说 是可以慢慢慢慢开始收集的 因为短期来说 就算你看回它 就算大市再跌下去 内银股再破下面 之前那个底的机会 相对上都是低一点 就算你再去下跌的话 都下跌的空间未必太大 我看到第三季业绩 开始慢慢慢慢 一路好复回来 估计其实是第四季 可能未必 这么快去转回 很好 但是去到明年来说 应该慢慢慢慢 你岸年可能 就已经转回正了 那个估值收复的故事 在这里 那个基本因素 亦都叫做改善了 除非 内地又出这些政策 大家估不到 那就没得好说 但如果你真的看去走势 和一个基本因素去看的话 其实现在开始 又是可以收集的一个时候 另外一个板块 今天比较做得好一点 就是这些汽车股 特别是吉利 吉利今天那个手势 就非常强劲 全日就涨13.57%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其实就一个原因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其实都是很憧憬着 一个内地公布的政策 就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就看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规划 到底会公布的情况是怎样 另外来说 上周路透了 其实有消息公布 吉利旗下的高端汽车製造商 不极升 其实还和投资者 在欺商一些融资 希望扩大新产线 另外 第三点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就是上周五 吉利的管理层就与举行长的投资者发布会 管理层就透露了更多 公司的自动驾驶 以及叫做一个 C电动车平台 中心叫做 浩瀚智能 进化体验架构 其实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叫做 电动车的平台 市场就充劲着吉利由一个燃油汽车 其实可以慢慢慢慢一路一路 加快的进程可以去转化 去做一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以及这个平台就说 希望可以将它 开发新能源汽车的周期 那个时间是减慢到一半 因为现在其实吉利旗下有很多品牌 有七个品牌 有十几款车 市场人就在看它 可能未来 明年已经可以 有一些新能源汽车 真的可以 拿出来卖 所以就在憧憬它 除了燃油汽车 慢慢慢慢随着内地经济 可以一路一路做好之外 现在讲的故事就是 慢慢慢慢可以转型 去一个新能源汽车的概念 所以就带动得到它 能够有一个这么强的升幅 今天 跟港汽集团其实那个也都是一样的 港汽集团就不是完全炒它 或者是买它 它传统的汽车 买得得好 其实也是讲的 现在是讲的新能源汽车的故事 其实已经有一些 新能源汽车的车款 在市场上卖 虽然说那个数量 相比特斯拉 或者比亚迪 当然是没有它那么高 但是看到它慢慢慢慢 一路一路的 上升 所以这两只古吉利 和港汽的故事就是 讲的是 由传统汽车 转型去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概念 看看吉利的走势 今天就突破了近期 近这几个月走出来的 降轨 如果 未来的数据 和它慢慢 一路一路 它真是落实到 可能是去到明年 能够有些车款出来 而这些车款又可以令市场 觉得是 变得的 英俊的 英俊的 买得到的话 相信它有机会 继续向上突破 也不出奇 短线来说 你看回它 大概是17元 这些位置 可能升得多 有机会调整 但是 其实是一个 如果有机会调整 可以是慢慢开始 收集的一个机会 说起也是一样 它由 这个月升幅都很显著 如果它真的想买的话 不妨就 调整一些 可能在大概7.6 这些水平 才考虑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去买入去 等它 摆在上升位 看看能不能够收到 如果你真的有些 朋友 很低位 真的有机会 如果它买入去 想短期 会否找个位置 take profit 都可以看着 这条降轨 如果它不穿 它降轨 建议是可以保持住的 因为它现在 说的是转型的故事 和燃油汽车 的复苏故事 是未完 虽然短期 因为它升幅得大 有机会出现一些 可能是调整的 亦都不企 但是你看到 Fundamental 和中长线 价值慢慢浮现 所以相信 可以继续吸引到 资金 去留意 特别如果 真的去到明年 它们在新能源车 可以买得好些 或者是有一些 令到市场有惊喜 相信可以令到 更多资金流入去 改完内银 和汽车股 讲一下 很多观众 近排 或者是长线之 亦都有看的一只股 就是创科实业 创科实业 今天都做得相当英俊 在升大约5% 这只股 长期来说 它都一直升上来 看到它都是沿着一条 挺漂亮的 升轨 就上来 其实它是早前 试过去穿过少少的上升轨 但它很快 也是收回上去 为什么 创科实业做得 很好呢 一直以来 它是去 卖一些电动工具 特别是 Milwaukee牌子的电转 其实是做得相当之好 现在市场看着 下半年 仍然是一个双位数的增长 还有看到 其实你 欧美 新屋动工的市场 其实是早前 也复苏了上来 令到它其实也有个支持 还有在美国方面 它是拍着 Home Depot 去做卖 卖它的产品 亦都买得很好 另外 其实它在越南厂房 亦都是加建 厂房 所以对 出口关税的影响 现在市场看 其实是去到明年 已经是 没什么大影响 你已经对它来说 所以这只股 是长线来说 是一只 好做实业生意的股 而且它持续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所以市场 都挺喜欢这只股 如果大家短期想去 买这只股 建议大家可以留意 升轨 其实在升轨附近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机会 大概是1805 看看会不会有机会 下回这只水平 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长线的话 甚至乎你现在可以 买进去 亦都可以考虑 当然你看它的股值 一定不便宜 你对它过去 拉回Face的P 一定不便宜 因为它升上来 那么多 但是你看它始终是一只 比较长线稳 做一些实业的股 其实长线是值得 一直持有 如果有的话 你暂时去上网 就看着120元 这种水平 好了 今天大概就说完 市况 始终大家都要 继续留意着 其实美国选举的选情 特别是美股的情况 我们看到 近两天的上下的波幅 也是挺大的 在选举下的结果之前 波幅仍然会比较大 特别是 而且它落实了 结果之后 相信会有一个明显的 一个trend 去出回来 短期 虽然看到它有一个上下波幅 过去两天 但是它整体仍然是走势 仍然是 在它未转势之前 仍然是偏远的状态 我们去看 所以暂时都不要过分进水 大家如果真是 没什么深水 或者是对大股 或者股份没什么深水 建议暂时 大家先抱着一个 保守点的策略 就不要过分进水 不妨就等 有美国选举的结果出来 然后再想一下 长线怎样部署 讲完大股 和过股 又回答一些 网友的一些股票的问题 网友就问中金 中金公司 今天也有些优惠 中金A股上市 很厉害 升过三成几四成 但是就带动不了 中金公司上市 你见到它的走势 现在都持续住在一个横行区域 上上下下 就不见有什么特别的大突破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这些券商股的走势 是很跟着大股 特别是A股的走势 为什么呢 因为它好看成交量 中金来说 其实它做头口的业务是多些的 但是你见到 譬如说你买上涨 甚至说你 想着会有可能是其他 可能是快手来上 但都令到不到 股价动的时候 大家就要 小心一点 不要过分进取 如果你真的想买 不妨在一些习幅区间 还行 不妨让它又落下 低位才买 因为你 现在都是这些中间位的位置 又或者 除非 你真的见到 上证指数 因为可能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又或者是 你美国的 总总选 出来 现在的人觉得 拜登当选 会理好 中国的股市 或者是香港股市 如果真是拜登当选 能够令到 内地股市 有一个明显的向上 相信才会令到 一些中资卷商股 有一个上升动力 否则来说 暂时来说 相信中金 都是处于一个 比较横行的状态 下方支持 你就看着 16.5 上方阻力 暂时就看着 20元 如果真的 有的话 不妨持有 未有的话 你如果想买的话 等一等 在一个区间的低位 你先找个机会去买 另外有观众 我回答一下 郭寿 郭寿上周也说过 为什么会 弱 因为公布 一些季绩出来 并不是 那么英俊 特别是新卖的 保单 新保单价值 其实做得不太好 不单只是角售 其实平保 也是一样 还有 有一件事 就是 做一些中介的 看到 不太卖 还有人缘流失 现在看着 内地的保险 销售渠道 到底是否有一个 整固 可能要一段时间 整固完之后 到明年 年头 才会有一个明显的复苏 如果你真的要选择 我会长线地选择 比较倾向 去买一只平保 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些 科技股的概念 如果你真的想看角售 我建议 低一点 未买的话 我建议去买这些 密集区的区域 才去考虑 大概是15元的水平 如果有的话 才去买 如果你真的 持住了的话 如果你真的跌到这些水平 不妨仍然持有 你等待 未必 未必 业绩改善了 再看 要去到明年年头 才会改善 但来说 它长线 应该 内地的金融国家开放 而且 慢慢 人 可以被它流动 的话 那些中价可以卖 保险 相对上来说 其实角售是 去到明年 可能是第1季 或者第2季 有机会 又上去 这些 环行区的高位 是有机会的 如果你真的持住的话 去到 反正它都已经 朝整回来 如果在上面这些位 没有走的话 那就等一等 另外 有网友就问香港电视 香港电视 主要是香港的网购市场 如果大家想看这只股 它会公布着 营运数据 有两个营运数据 大家要看 就是平均的 每日的订单量 和平均的 订单的 那个价格 如果你真的买了这只股 其实你要看 因为如果它真的 那两个数据 其实它做得不好 又跌下来的话 有机会令到 股价的走势 相对上 会跌下来 也不奇怪 近期来来说 其实近几个月 走势 主要看什么 其实跟 疫情 香港 香港新增的感染 疫情的数字 去走 另外 近日来说 亦都是 长远来说 中长线 就看什么呢 就看着这个平台 现在说 其实港市的平台 能不能够发展到 其他地方 其实近日来说 就是黄卫基 其实都转了 他的姿势 就是由公司 那个主席 变成集团 那个主席 就看着 他会不会 接下来 会有些 在行政上面 或者业务上面的 改动 大家亦都可以 留意 但是短期的走势来说 叫做 偏远一点 你看看 他能不能够 在星轨 找到支持 如果他跌穿了 如果他跌穿了 你就去到较低的位置 要去到9.8 这些水平 才有机会 找回支持 如果你真的未有的话 就建议你 在这些水平 才考虑去慢慢 吸纳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刚才说过 因为这个股价 其实挺跟 疫情数字去看 你看其实是 昨天曼盛节 全街有很多人 近日来说 其实又有 出现一些 零星 不明源头的个案 有机会 可能遲些 疫情的数字 有机会 又有机会 而且 因为它转量 转量特别是 现在 其实 国家政策都在怕 它的数字 又会升上来 如果这个数字 升上来 很大机会 会刺激 香港电视的 股价 会升一阵上来 但是这些 其实不是一些 很基本的 影响到 Operation 营运的因素 但是 对它的股价 的correlation 其实是相当之大 大家亦都可以 看着 这个因素 去做 说完大事 和踏上观众的股票问题 今天的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 下次再和大家见面 欢迎订阅 感谢观看